法国竞争事务监察总署20号发布公告说 因美国谷歌公司滥用在互联网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 该机构决定对谷歌罚款1.5亿欧元 约合11.64亿元人民币并要求谷歌整改 法国竞争事务监察总署认为 谷歌对其广告平台客户施加的运营规则和方法不透明且晦涩 而且谷歌还有权修改规则 并据此决定广告商是否遵守规则 这种行为造成谷歌在执行规则时存在不平等和武断现象 导致广告商和搜索引擎用户全力受损 监察总署责省谷歌阐明其广告平台的运营规则 和暂停广告商账户的流程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 谷歌已宣布将对监察总署的决定提出上诉 今年1月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 就曾因谷歌违反数据隐私保护相关规定 对其处以5000万欧元罚款 这也是依据去年生效的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开出的首个罚单 咬制发型广告 drugs 黄色列创行为